王辰 各位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在這個 慕人青草地當中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禮拜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場面 很特殊的一個門 每一天喔,連這個隊伍四百多人 出出入住,出出入入 每一天幾乎有一萬人次從這個門這樣出出入入 然後在裡面充滿了歡笑 充滿了各樣的一個激動 還有很多的感動的故事 我覺得在生命裡面,在教會裡面 這都是一個讓我們心非常喜樂的一件事情 因為教會裡面充滿了一代又一代起來的 一個生命的盼望跟道路 但是我們在思想 神的確告訴我們說 要迴轉到小孩子那樣子才能夠進天國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要自己謙卑,如同馬太十八章類所說的 反而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 祂在天國裡面就是最大的了 好!謙卑,這是指我們的位置 我們的職務要常常覺得 不要驕傲 要感覺到用信心來看 而不是用自己的本事來看 但是聖經在另一個地方又說 你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要在惡事上下小孩 但心智上總要做大人 意思又說 這個時候不是位子的問題 而是在道路上面 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我在道路上不要任何抱怨 或者什麼都是我自己想法 或者我要什麼就要什麼 在道路上要學習 心智上要堅定不移 所以整個營會裡面 雖然小孩子非常的活潑 但是大家可能更要注意 裡面有將近一百個隊伍 用大人的心智在引導他們 在教導他們 所以整個營會才會是完整的 聖經告訴我們說 這就是奇妙的地方了 合一 小孩子也好 大人也好 長子也好 教會各樣的一個事工的一個負責人也好 如果能夠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然後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聲量 這是以吾所書這個地方第四章所說的 我們就不會再像小孩子一樣 中了人的軌跡 以至於飄來飄去 其實在教會裡面多樣化的成長 要像小孩子一樣的謙卑跟態度 要像大人一樣在心智上堅定不移 然後彼此的合一 又要在耶穌基督愛裡面 彼此成為生命的祝福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了 我們盼望今天這個夏令營就要結束了 但是帶給教會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生命的故事 跟喜樂的故事 帶著喜樂的心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盼望這一新的故事跟新的日子 教會會看到生命更多的喜樂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來看這四天裡面 這些小朋友所經歷的各種點點滴滴 這個就是我們教會再次又感謝 危機現在神面前的 我們一起來禱告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看這個影片好不好 好,現在結束了沒?謝謝你 很高興能夠在你的愛裡面經歷神你的作為 特別看到這些小朋友 還有這些大人所設計的這些關卡 或者這些技巧 或者這些門路 讓這些小朋友出出路的時候 都有大開眼界 而且生命的眼界、眼光更加的提升 他們是何德的興奮 但是他們要看到是一生之久 都要成功侍奉耶和華的小小軍隊 有一天變成堅固的軍隊 獻上感恩 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其唷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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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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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